近期,缅甸的边境冲突出现了新的动向,令人震惊的是,毒气弹的出现使得局势更加紧张。此外,运12飞机也参与到冲突中,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缅甸战局为何陷入困局呢?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随着中方宣布要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展开实弹演训,缅北战士再次引来了大量国人的关注,之所以中方会公开采取行动,和缅甸政府军最近越来越丧心病狂的行动有很大的关系。 即在对拉虚孟基据点的进攻,和对德昂军的进攻中使用毒气弹之后,缅甸政府军在对国感同盟军驻守的南扎拉高地进行进攻时,再度投下了四枚毒气弹,导致国感同盟军的士兵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一系列的中毒症状,如果此事被证实,完全可以被定为战争罪。 缅甸政府军之所以开始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弹,和目前的战况不佳有很大的关系,目前缅甸政府军和国感同盟军主要在老街和木姐这两个地方展开激战,国感同盟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老街的合围,缅甸政府军在老街则依靠坚固攻势,和缺乏重武器的国感同盟军进行对抗。 而缅甸政府军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木姐重蹈老街的覆辙,被国感同盟军给团团包围住。 不过,此前缅甸政府军向木姐派出的增援部队在拉虚镇的南屯村被德昂军成功阻击,再加上时不时由缅军士兵承受不住压力选择投降,缅军于是开始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扩大攻击范围。 然而,我们也必须明确指出,虽然解放军正在我们的边境举行军事演练,但中国并没有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意图,我们不参与缅北武装和缅甸政府军之间的冲突。 也不会派兵参与缅甸的内战,但如果任何冲突影响到了中缅边境,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的安全,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保护我们的领土和人民。 近期缅甸政府军的行动越来越疯狂,他们开始大规模使用飞机参战,不断投放毒气弹等武器对缅北武装拼命打击,而在边境地区,105英里贸易口岸的袭击事件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严重情况。 这个贸易口岸,位于中国与缅甸的交界处,是两国主要的贸易通道之一,袭击事件导致了大量的中国卡车被烧毁,这些车辆主要用于边境贸易运输。 更糟糕的是,这种无差别性的攻击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使得大量的缅甸平民涌入中国境内寻求庇护,进一步加剧了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当前,最令人担忧的是,缅甸政府军在与反对军团的冲突中,开始大量使用飞机投掷炸弹,使战斗进一步升级。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误伤中国境内的目标。 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缅甸政府军之所以开始疯狂使用毒气弹,与当前恶劣的战局有很大关系。 目前,缅甸政府军与果敢联军正在进行激烈交战。 主要在老街和特鲁姆普地区,果敢联军有效地完成了对老街的合围。 在老街,缅甸政府军依靠坚固的攻势与缺乏重型武器的果敢联军作战。 我们必须认识到,缅甸的冲突根源在于政治和经济问题。 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缅甸政府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毒气弹的使用无疑加剧了局势的紧张程度,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 其次,毒气弹的使用暴露了缅甸政府在处理冲突时的极端手段和无能。 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也表明了缅甸政府在解决冲突方面的无能。 这种无能不仅会影响到缅甸的国际形象,也会影响到缅甸国内的稳定和安全。 此外,运12飞机的出现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运12飞机是一种小型飞机,通常用于空中运输和飞行训练。 然而,在冲突中使用这种飞机无疑增加了冲突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也表明了缅甸政府在处理冲突时的无能和不负责任。 那么,为什么缅甸战局会陷入困局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缅甸政府在处理冲突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其次,国际社会的干预和支持对于缓解缅甸的冲突也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目前看来,国际社会对于缅甸的冲突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这不仅会影响到缅甸的稳定和安全,也会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形象和信誉。 缅北冲突新动向表明了缅甸战局陷入困局的根源在于政治和经济问题, 毒气弹的使用和运山尔飞机的出现都暴露了缅甸政府在处理冲突时的无能、极端手段和不负责任。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来缓解缅甸的冲突。 同时,我们也应该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避免采取过激行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因素,缅甸战局陷入困局的原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缅甸政府军实力较弱 缅甸政府军在面对少数民族武装时,实力相对较弱,缺乏有效的打击手段和资源。 这使得政府军在冲突中处于劣势地位,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国际社会的干预有限。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缅甸的冲突干预有限,缺乏有效的制裁和制裁措施。 这使得缅甸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信誉受到严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缅甸战局的困境。 缅甸国内民众的支持不足,缅甸政府在处理冲突时,往往忽视了国内民众的利益和诉求,这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进一步加剧了缅甸战局的困境。 综上所述,缅甸战局陷入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等多个因素。 因此,解决缅甸战局的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缅甸政府的改革和改善,国内民众的参与和诉求等。 战争不再是简单的步兵冲锋。 而是科技的较劲,武器的博弈,缅甸政府军使用运12这种轻型运输机投掷炸弹,试图通过空中打击国杆同盟军。 然而,这一尝试的效果并不显著,运12的限制性让其在战场上显得力不从心。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缅甸政府军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毒气弹,对国感同盟军进行攻击。 现代科技的残酷展示,使得冲突的代价更加难以预测,也让无辜百姓成为无法预见的牺牲品。 缅甸内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切。 然而,不同国家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却各异。 在这场战火纷飞的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选择观望,或许是出于对国感同盟军正义性质的认同,或许是出于对缅甸地缘战略的重视。 然而,这种观望的态度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解决方案的分歧,权谋之心在国际政治的漩涡中泛起。 人们开始质疑,国家间的冷漠是否意味着对于人权和平的漠视。 在缅甸内战的背后,印度的动向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谜团。 印度曾多次提出将缅甸纳入印度联邦的要求,虽然被缅甸政府拒绝,但印度的南亚霸主梦并未因此破碎。 随着缅甸内战的升级,印度有可能趁机介入,这使得整个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在国际舞台上,印度将如何权衡自身利益和地区稳定之间的关系,值得密切关注。 因此,我军的实战化演练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我们需要展示出我们保卫边境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 并向所有有意伤害我们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的势力发出警告。 我们要让他们明白,任何侵犯中国领土和人民的行为都将遭到我们决然的反击,这是解放军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庄严的承诺。 在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时,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发展的原则,但同时,我们也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我们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用冷静和理性应对困难和挑战,以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平衡。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坚定、决然和有力的行动,我们才能维护自身安全,保护我国领土主权,为我国居民创造稳定和繁荣的生活环境。